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則新聞 昨天在泰國曼谷的機場 拘捕了4名香港青年 那壞什麼呢 就是壞販毒 那就大劑了 據聞 泰國警方在機場截了他們的行李盒 發現有重達14公斤的海洛嬰 這4名香港青年將這14公斤的海洛嬰 裝在行李箱上 裝在零食盒上 以圖作一個遮掩 但是被機場的X光照到 於是報警將他們拘捕 泰國警方已經將這4名香港青年逮捕了 已經開了記者會了 由相片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有40盒的雙屍地球牌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一些零食盒 海洛嬰的磚 護照和手機 根據泰國方面的法律 其實這個14公斤的海洛嬰 是非常嚴重的 並且海洛嬰是屬於好像是二級的 不是 第一類的 第一類的 第一類毒品 可以判處死刑的 其實基本上你犯得毒 多數都是要死刑的 除了台灣 大家看到Toyce 這些就算 又說什麼自用 又說什麼的 不過去那些是小小事的 大麻 大麻就應該不會死刑的 但是海洛嬰呀 冰毒呀 還有這個 可卡欣好像都是五上下 還是怎樣 不太記得了 你聽到這些名字都厲害了 說真的 這些名字你最多是小時候看的電影才會聽到 你現實中有多少會聽到海洛嬰呀 說真的 死刑就很厲害了 那這班人其實不用說 都是一些大貨人 他們負責是一些 由不同的國家 即是運入境內 然後再去 分拆販售 這些都很明顯 黑幫呀 這些是毒品 買家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套美劇 炸雞叔呀 這個制毒師 忘記了 完了 基本上這些制毒的東西就很大鑊的啦 我相信到 他們最重要是制毒是一環 最麻煩的東西是怎樣分拆 怎樣分拆 這樣發售 所以通常都是運去境外的 不過說到今時今日都很落後 你很難想像到2024年 其實他們還是用這些 藏在行李道的方法去運毒品 其實我都很落後 作為一個大毒梟 你起碼都有一些私人的運輸機 或者遊艇那些 其實基本上這些 我不明白 他們這樣一定會死的啦 你就這樣放在行李箱上 那你去機場 你一定會照X光的 說真的 我不明白他們是 其實很奇怪 這些事情 你們說不明白 首先你運那些 就這四個人就弱智了 很明顯 這樣放在明是會被人發現的 基本上你死定了啦 難道你說 你不會去機場 一定照X光 100% 你跟以前我們回大陸 你過境的時候 通常有些過關的那些 看你樣子正常常就不檢查行李 老實說 如果小時候我們這樣運 可能我會發達的啦 我小時候是十歲 八歲 基本上完全不理你 有你運的 即是直走直過 那你那些博大帽都說 說真的 對不對 但你機場 一定會檢查X光的 必定啦 肯定不會漏 即是你走就不會啦 除了可白 他自己說 可白和和馬 直播 可白說他不用檢查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可能的 其實你們坐過飛機 你也知道 根本就不可能啦 那這四個人 明知死定了 他們又照去送 然後呢 他們的老闆 又是很有問題啦 他們的老闆 即是他們背後的黑社會 毒販 他們都知道是死定了 但14斤的海洛英 也知道多少錢啦 差不多接近 好像都有 我這裡的新聞沒有說 但14公斤 應該都起碼1000萬了 我想最少 價值1000萬 他們為何要丟錢到海呢 其實很奇怪嘛 唯一一個合理解釋 就是他們要交數 我覺得是這樣啦 即是 某邊 即是某些國家或地方 我不是說太過 我誤會 可能是定期要有一些 你給你運10次 你也要給我一次 你也要交人 即是我們所謂的交人 大家業績好看一點 通常這些其實是雙方安排的 我自己覺得 以下全部帶領頭盔 是我自己猜的 因為其實你這樣看是不可能的 另外要提到我們香港最出名的一次就是 2017年的阿朗事件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有一個叫阿朗的人 跟兩個都是香港的人帶貨 結果也被警方 即是泰國警方 又是泰國 又是發現了毒品 那時候阿朗就說 他只不過在網上 有些Facebook或WhatsApp群組 看到有人說招請一些兼職 負責在外國帶一些貴重物品入境 包含你旅遊 一次的報酬是5000元 當時阿朗就說自己有問過對方是否犯法 因為他就說 不是 純粹是一些很貴重的木雕 一些雕刻品 這個阿朗就說他就以為是 於是時乎就混 當時同行的就是有兩個女人 一個就是類似TB的物體 忘記叫什麼名字 叫方 一個叫MIRR MIRR 你的一個 你當是一個蛇頭的物體 負責接頭的 他就負責跟這些大貨人 和背後的老闆做一個橋樑 溝通 阿朗就自稱多次問過他 他是否有毒品 他就說不是 於是就照找 總之 輾轉不知如何 在巴西 台灣 最後就根由泰國 想入境 即是轉機 其實是泰國 在泰國轉機的期間 在機場就被警方截獲 最後就有三人拘捕 那兩名女人 即是一名主路和一個TB 他們認罪 分別判了好像都差不多25年 25年監 阿朗就堅稱自己無辜 他就或者不知道 於是乎到現在都不認罪 根據泰國的司法程序 你不認罪 你不認罪 在拘留期間 即是他還未審 好像還未判 因為他死都不認罪 你在拘留期間 不當是你坐牢 即是判完你2017年到現在 2024年7年間 即是即使你 無罪釋放 我不知道會怎樣 即使他真的認罪 現在這一刻認罪 判你20年 那你這7年坐的 是不會減回的 說得明白 即是如果你現在判20年 你要再坐20年 其實整件事很白癡 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根本就浪費了 這個阿朗 大叔你說不知道 有沒有人相信 你自己弱智 你不要當人弱智 有5000元的報酬 什麼都不用你做 就這樣叫你去其他地方 帶點東西進來 大叔如果是這麼簡單 他們那邊 自然請到人去運 為什麼5000元 要你在香港 找一個香港人 這樣運 即是用腳趾想 你也知道那些 就算不是毒品 也是犯法 只有遺禁品 你已經預料了 你極其量 只能夠 說我不知道 是毒品那麼嚴重 他可能以為是一些 遺禁品之類 但是沒有想過是毒品 但他死死不認罪 直拖到現在 我覺得就有他拖 他現在就算出來 他人生都玩完了 應該再坐20年 都說是4、50歲 總之 接著說回這件事 就是這4個青年 我看到 可能是死刑 我不明白 為什麼值不值得這樣去搏 說真的 就是這樣去 做這樣的事情 就 那麼高風險 第一 第二就是我剛才所說 你機場就一定照X 整件事很匪夷所思 我不知怎樣 總之希望大家 現在就 想犯法 都不要玩到那麼大 說真的 我自己覺得 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還有 這些死定的事 都不知道 還會什麼 今天就說了那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